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北京最近出版了一本新書 這本新書是由中共中宣部和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指導的 書名叫做大國戰役 這本書真厲害 在這個防控工作仍然進行當中 出版一本書 來歌功頌德吹捧習近平主席 這本書裡到底是講述了什麼內容 新華社就這樣說 這本書是借鑑國際深度報導的表述方式 從200多萬字的主流媒體公開報導當中 精選相關的素材 有機整合匯編 集中反映習近平總書記作為大國領袖的慰民情懷 使命擔當 戰略軟健 和卓越的領導力 全景式介紹中國人民 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習總統一領導下 緊急動員 齊心協力 打向防控人民戰爭 總體戰 阻擊戰的階段性進展 和積極向好態勢 彰顯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 顯著優勢 展現中國積極和國際社會合作 共同維護全球 和地區公共衛生安全的 巨大努力 真厲害 這本書 當然 搞這些東西出來 引起了 網絡輿論一片嘩然 尤其是在海外的華人 對於這本書 有沒有搞錯 又將白氏當紅氏來辦 以往這樣的做法 通常一般就是等事情結束了以後 才會定調 才會做這些維穩的工作 現在竟然在事情 還在進行當中 已經急不及待要出賣書 就將白氏當紅氏辦 很明顯就是要加強維穩 以及製造輿論的導向 專門搞這些書出來 老實說 有沒有人會買來看 有多少人真心相信 書裏面的內容 還是那些人只不過是買來當作 批判criticize的素材 根據報導所說 這本書還將會 以英文 法文 西班牙文 俄羅斯文和阿拉伯文等五種語言文字 來出版發行 又將這些東西看外擴散 人家看到 真是眼淵 老實說這些東西 到底算不算 低級紅高級黑呢 在這個時候來推出 根本就是 不合時宜 而且 中國 還大量滲透國際組織 包括扶植第三世界國家的友好 幫交國的人 上位 擔任國際組織 要員 而且 扶植自己的中國籍的班底 佔據了很多這些國際組織 包括 聯合國的工業發展組織 國際電訊聯盟 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世界銀行 聯合國 副秘書長 和聯合國的 梁農組織等等 全部清一色都是由中國籍的人擔任 至於世衛 譚德塞 雖然他是屬於埃塞俄比亞人 但是他處處都是幫中國說好說話 擺明就像是一個附庸 而中國的官方媒體 亦非常樂於引用 這些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在國際社會國際場合當中 所發表的這些對華友好的言論 其實就是借洋人把口 幫自己的面上貼金 就是告訴自己的國民 這些國際社會 都是 贊同 都是認同 中國的做法 這些行為 老實說 全世界都看穿 所以很難怪 美國總統特朗普 決定削減對世衛的捐助 因為他沒有理由 捐款給一個組織 這個組織就是專門 對某一個國家說好說話 然後就好像 整個世衛都是那個國家的雞鵬 他捐錢給你搭個雞鵬 幫你說好說話 當然不肯 最好一元也不捐 另立一個組織 這樣才對世界有所益處 在26日的時候 習近平主席 聯同其他六位政治局常委 決定 捐款 支持這個防控工作 但是 留下了兩大迷糰 第一 不知道他捐款的金額 第二 不知道他捐給哪個機構 首先說一下金額 捐得多又不是 捐得少又不是 因為名義上 作為這個國家主席的薪酬 是有限的 林鄭名義上的薪酬 是高過習主席的 所以都不知道 捐多少錢 捐得少又怕被人笑 捐得多又不行 因為你名義上的收入 是有限的 所以他就沒有公佈到金額 第二 又沒有公佈到哪一個 是受捐助的機構 正常來說 捐給紅會的 但目前中國紅會的聲譽 就不太好 而且 被受批評 在國內也被受批評 所以又不知道捐給誰 相對來說 這個特區政府 似乎又非常公開透明 行政長官 問責官員 和行會的非官首成員 都決定捐出一個月的薪酬 而且行政長官和問責班子 就決定將這一筆款 捐給公益金 好像做到公開透明 其實變相 你是拆不了鞋子 因為大陸 又不講金額 又不講受惠機構 你又說出來 一拍完 你根本上是做到 好像在落人家的面子 所以林鄭每次拆鞋 其實變相都是落人家 想拆鞋對象的面子 而且你很明顯 就是因為迫於無奈 受到新加坡的影響 葉劉也踢爆你了 葉劉也說 相信是受到新加坡的影響 而在壓力之下作出這個決定 又不承認 這位陳茂波司長就說 跟新加坡同一日公佈這個措施是巧合 因為政府一直都有相關的想法 只是近日討論增加了而落決定 真是好笑 為何葉劉在行政會議的通訊群組 提出減薪 沒有人理會他呢 難道葉劉的人員不好 沒有理由 在行會的內部群組談談通訊 按照他提出了這個方案 就算不同意他也好 同意他也好 你都應該作出一個回應 是不是 整個行會都沒有人理會他 行會包括什麼人 行政長官 你這個三私十二局的官首成員 以及那幫非官首的成員 他說沒有人應他 提出減薪 沒有人應他 他想攬炒 是不是 然後突然之間就說捐薪 你捐薪這個討論了多久呢 陳茂波市長可不可以跟我們市民說一下 還是一個非常闖絕的討論 討論多久呢 你說一早有這個想法 你有這個想法你也不告訴葉劉 那又暴露出你根本上的行會 溝通是不足 人家葉劉誠意權權在通訊群組 叫你這幫人減薪 你又不理他 原來你們自己內部在醞釀說捐薪的 那你只是當葉劉是甚麼 你當那個通訊群組是甚麼 葉劉說說有個通訊群組的 你們的行會 陳茂波市長就走出來說 因為近日的討論增加而落決定 你在哪裏討論呢 你何時開始這個討論呢 你討論的時候葉劉是否在場呢 行政會議裡頭討論 行會就逢星期二開的 照計如果討論的話 當場都有決定 要不要拖到星期五 人家新加坡公佈了以後才去跟美狗 如果不是在行會裡面討論 就在行會的通訊群組討論 還是在哪裏討論 你何時通知葉劉又說要捐薪 你講出來給市民看 你講出來給市民笑 到底行會是內部怎樣溝通的 有沒有溝通的 要講出來的 你到底討論了多久然後作出這個決定 而且你何時通知葉劉的 你怎樣收集行會成員的意見 我真是想知道 這樣就可以了解到 到底你這個行政會議 是否有一個有效溝通 或是根本上全部都是思維素餐 你公開講吧 你夠膽就公開講 你一定不會交代 這班人 全部都收集埋埋 好了跟著說一下 這個譚香文議員 他近日在Facebook 惹爭議 為甚麼呢 他貼了一封信 就說要懇求協助 滯留的 丹菲府 回來香港 或者深圳 分眠 當然這件事就被人不斷批評了 包括他當區的選民 因為你沒有理由 就只是幫這些人 因為那個人 他就說1月22日 就回到湖北省的天門市探親 1月22日就已經是 什麼日子 大家都知道 已經是知道這個訊息是非常清楚的 他是從香港回去的 那你還不知道 是不是 你在香港是看到新聞的 你是知道很多詳細的情況 你仍然是作出這個選擇的時候 你就要自行承擔風險 而且你大肚臨燈還回甚麼 現在又說準備 3月的時候要分眠 你早就過年的時候 不要回 你周居勞頓 這樣的情況 你都要 排除萬難 你都要回去 你現在就求人得人 得常所願 我現在又說要叫回來 沒錯 丹菲就可以下來香港產子 但是那些是平常的情況 現在不是平常的情況 譚香文就不務正業 你服務的是黃大仙區的選民 是不是 服務你鑽石山的選民 就不是服務這個人 否則你就為了一個選民 你就放棄一個選區 他有解釋 他說因為這個丹菲甫 老公就是他那區的選民 你沒理由為了一個選民 犧牲整個區的選民 是不是 你這麼有空 你就搜羅多些物資 派給那些當區居民 幫什麼這些人 而且這個譚議員 經常制出人道 作為一個黨戰牌 你對這些人人道 就對於700多萬 在香港本地居住的市民 是不人道的 希望他想清想錯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